院長 各位我們的委員同仁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陳雪老師 你可以去登記了 傳簡訊給我的學弟 你的情感不再漂泊 你可以結婚了 今天的這一刻 就像前面很多位前輩委員們說的 其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我必須要說 在這一刻我以民進黨的黨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這邊跟大家一起 把這個這麼困難 這麼衝擊的法案給推過去 我以這個身份為榮 我以今天跟大家在這裡努力為榮 這個法案的通過 這個過程中我們知道有太多的家庭 跟太多的同志夥伴在辛苦 我遇到太多我以前的學生 我遇到我的學妹 他們會很隱忍的跟我們說 我知道這個很難 但是拜託你們 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的這個開始 大家開心一下下就好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挑戰還有非常非常的多 我真的要再一次感謝 從府到院 還有我們的黨團 還有我們所有的立委同仁們 還有在外面很多 以前我們黨部的同事 我們的夥伴 如果沒有大家的承擔 很難做得到 所以我要拜託所有支持這個婚姻平權法案 還有不再歧視同事的這個這麼重要的法案 通過的所有關心的朋友們 這個壓力我們撐過了 但是接下來的挑戰才剛開始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 是跟社會溝通 是讓更多人的知道 我們這個法案是重要的人權法案 不會造成國家毀滅 但是我們需要再一次一起在這裡 持續的堅持這些人權的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